然後就是單純的享受在當下的美好 謝謝大家 再來請余靖 好 大家早安 我是覺得透過這個讀書會的交流 可以看到之前自己沒有看到的一些點 有時候看書還蠻獨倫尊找的 那透過這個共讀跟討論的話呢 我覺得會讓我更深入的了解文本的內容 還有一些自己沒有看到的地方 謝謝 好 謝謝余靖 再來請文欣 大家早 早安 那我覺得參加讀書會就是很幸福很幸運 接受到邀請 然後可以跟各位老師學習 然後會讀一些 之前可能自己不會比較沒有機會去碰觸的 的一些領域的書這樣子 那 也可以在閱讀中 可能透過別人的分享或自己的閱讀 可以做一些 省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那佳穎在嗎 佳穎在 好 那請你分享一下 大家早 我覺得以就是這一次我們看的文本來說 其實它那個閱讀量算是蠻輕鬆的 就是每個月然後就兩三篇這樣 好 所以就是說如果以知識的取得來講 可能還好 但是我覺得比較可貴的就是在這樣子的階段裡面 然後是可以跟同樣對於這一些議題或是 閱讀有興趣的夥伴在一起 那我覺得大家會願意在假日的時候一起來做這一些事情 或者說之前有的夥伴也一起共備 那大家都是很努力的人 所以就是跟這樣子的夥伴在一起 然後也許在生活中沒有什麼交集也不太認識 但是呢 好 卻覺得一起努力的感覺是蠻好的 好 謝謝佳穎 所以大家都從讀書會裡面得到很多 那現在我們再來就是要請 這是剛剛那個那一首歌旅行的意義 那要請那個瑞珍再放一下下 因為有的夥伴現在才加入可能沒聽到 我們再放一下就好 有的夥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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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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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過了 許多美景 你看過了 許多美 有的夥伴在地圖上 你一條短正的光影 你平常了 夜的巴黎 你踏過下雪的飛機 你收集書本里 每一句你最愛的真理 卻說不出 你愛我的願意 卻說不出 你心上我那一種表情 卻說不出 你愛我的願意 卻說不出 說不出 你愛我的願意 你愛我的願意 累積了许多灰心 用心套向纪念品 搜集了地图上 每一次都红和日历 我的热情的荡物 用自己的围棋 有了电影里 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 却说不出你爱的意义 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 却说不出你爱的意义 说不出你爱的意义 好 谢谢瑞珍 那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刚听我觉得它是一首情歌 可是后来呢 跟着年纪长大 然后见长 然后呢 又再加上旅行的经验多了 我其实觉得这首歌呢 它其实是一个在讲本我 离开社会我 就是我们旅行的时候 就把社会上的一些杂事 琐事全部放下 然后我们就到各地去旅游 然后来充实自己的心灵 那再来呢 最近看了影帝老师 这三个文本之后 我又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行 所以这个离开可能是缘分来了 有人上车 缘分进了有人下车 那相距是偶然 离开是必然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一直反复的听 其实就会有不同的体验 那再来 我们要请美伦分享说 她有关她旅行的事情 谢谢 大家好 那我要开荧幕吗 你就切共用 哦好好好 等我一下哦 然后我先开一下 OK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经验哦 那在讲之前呢 先跟大家说 其实 为一个人去旅行是 觉得是非常特别的经验哦 那你必须要 我从开始要决定去旅行到我真的去旅行 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里面必须要自己安排 所有的我要做的心 那我那时候只想去尼泊尔 可是尼泊尔没有 没有那个 呃 叫什么 他没有直飞的 所以我只能去 先去泰国转机 那所以呢 为了要省钱哦 呃 先先问一下 大家觉得这一趟旅行会花多少钱 我事实上只从6月26到7月18 对 互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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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机票住宿吗 你还猜哦 机票住宿再加上我买的东西 买回来当单楼的东西 10万 不知道 请问美伦老师去玩的时候 有预期要穷有还是要贵妇有 这样好了 这问题留到你们 留到最后 你们再算总totally好了啦 对应该是你整个旅行内容 讲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猜 对这样应该比较好玩 好 那我当然就是 很特别 因为我六月多就出去了 那这个谜题也留到最后再告诉你们 好 那我去的时候呢 不管是旅行 然后还有签证 还有什么 任何的 比如说今天订机票 订机票的部分的话 也是用app 全部都用app来处理 那我也不会亏待我自己 我一下了飞机之后我就去按摩了 好 那我搭到搭到那个 他可以这样看 他到我到那个泰国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多 那结果那个一下飞机之后 我跑去 跑去做spa 做完spa隔天呢 我就去去买菜 就是参加他们的那个泰国的那个厨师的营 就是那个可以自己做菜的 那在那里就认识了 这个 美轮的好像停止了 美轮你认识了谁我听不到 美轮你好像麦克风声音关掉了喔 你现在的那个喇叭是关掉的 最近这个meet有时候会这样子 就是他自己断训他不知道喔 美轮出现了 美轮美轮你知道你断训了吗 我断训了吗 对 从你认识了谁之后就断训了 断训了喔 好好好 那我要从那一段开始讲吗 对从认识了谁 认识了这个日本人 这日本人他也是自己去旅行 然后这个 这个是台湾人 但是他是去各国帮别人做月子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住在我们家旁边 那他每年留在台湾的时间 大概就十几二十天 其他时间都在国外帮人家做月子 那他之所以来这厨艺学校就是 就是他的雇主觉得 他只有帮人家做月子都没有享受到当地的文化 所以你在旅行的途中你可以认识很多人 即便是你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所有的人去参加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有在离开 离开吗 喂喂喂 没有很清楚 很清楚齁 好 有很清楚很清楚 最有趣的是 当你遇到这些人之后 你可以跟这些人去旅游 那天的下午我们就自己搭捷 搭捷运 然后呢 去看这些东西 那这个日本人他说他想要去看一个琉璃塔 所以我就说 诶那我们琉璃塔附近有什么什么 我们就去看这个金身像 这是一个死掉的人 他的树像 然后就被一直被贴金箔 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来看这一个 这一尊 那很大 我们在他下面照的那个像 其实是很小的 还去坐这个 坐这个车子 就是三个人 三个自己独自旅行的人 可以去一起坐车一起去玩 那你看这个琉璃像其实是蛮大的 那所以你在旅行的途中 其实会去检视一下自己内心 然后呢 也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对 那这几个朋友 是因为我自己 把自己的公务账号删了 不然以前我还会跟这日本好友 我们都会联系一下 对 然后因为那个 这台湾人后来就有联系到 所以他他现在还是有继续联系 所以如果大家要坐月子 如果自己的朋友要坐月子 但是现在不可能坐月子 如果是 要找人坐月子也可以找他 好后来 隔天我又去了 这个水上市场 因为我就听说水上市场很有名 所以我又自己去旅行 然后去认识导游 导游就可以帮你照相 帮你去 去 就是介绍你更多的东西 然后呢 其中有一张就是他帮我照 就是我被大象 亲了一下 对 这就是导游 那 这些旅行当中 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 这个是 有一天 我做了一个免费的船 然后呢 在 在船上面搞的烟火 这就是特别的东西 那像这些照片 都是导游帮我拍的 对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旅行当中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你看连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怎么 它其实就是用手机去反光 然后 然后做折射的 这个也是导游拍的 好 好 那这就是认识的另外一个 这个好像也是台湾人 但是呢 他们就是自己 也一起来旅行 那就这样 这就是 这些泰国的那些虫子 照一照 可是不敢吃 好 那在泰国完了六天之后 我就又到了那个 尼泊尔 其实尼泊尔才是我真正想去的地方 那是因为转机的部分 就现在泰国留六天 好 那泰 我今天去 去那个 尼泊尔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爬山 那 那天下午 到尼泊尔的时候 会是下午的时间 所以就去看他们的 他们的街道的景色 还有就是 我身上没有带任何要登山的东西 那天就是要去把那些登山的东西 自己准备好 对 然后 也去看他们的道 你会发现 就是说 他们其实 还蛮落后的 我后面有一张照片就是 你可能很难想像说 这个 这个街道 它的电线有多少 它的电线是 比我的人还要大捆 那这就是他们 夜间的加德满都的景象 很安全 但是呢 车子很多 可以看一下这个道 这个 这一个部分 大家这样子看得到就是那个录影的部分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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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 大家看录影的隔壁那有一个很棒的奶酪 那个是我觉得加德满都最棒的奶酪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 可以去试看看 好那我要再讲这个 这个派很便宜喔 它它卖的这个五十块喔 可能折合台币才几块钱而已喔 但是很可爱很可口 它上面那个萝卜 大家看一看觉得很棒喔 它们就是物质很缺乏的一个国家 可是他们的人民就是 让你觉得是很很幸福的 而且大家都很善良喔 后来我去采买的东西全部把它专成一袋 这个也是在那边买的 对 把我的登山鞋都是当天晚上采购的 后来我就拿着这张票去搭 搭飞机喔 这台飞机大概只能容纳十来个人 好 那我接下来就会去全世界最危险的机场 就是这个地方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这样子看得清楚吗 这张录影的张 看得到 可以看到它在动 看得到它在动喔 因为它起来就会飞到那个 应该这样说好了 它接下来就会飞到最 就说我要去的机场叫卢卡拉机场 它是全世界十危险的机场 因为它的 它的那个底端的部分呢是悬崖 然后呢 它接下来呢 就会遇到的是那个 山壁 所以它如果没有 没有降落得当的话呢 它就会 它就会 不是掉下悬崖 就是会撞山 所以这里也曾经 失试过很多次喔 好 那这张机票很贵喔 这张机票 是185块美金喔 然后来回就300多块美金 跟我 跟我 从台湾飞泰国 泰国飞尼泊尔 来回机票差不多了 那大家 等一下可以算一算 好 那我下来之后 第一届任务就是找导游 那这个就是我 接下来十几天的那个旅办 他是一个 二十来岁的 那个下巴人 那下巴人 他就跟我讲说 他小时候就开始学英文 然后目的就是要当导游 然后因为下巴人 他们本来就是 都是当卑躬而已啊 那因为 他自己又 念英文 所以他后来 就可以当导游 这也要提到一件事情喔 就是 其实我英文没有很厉害 我可能就是具备 普通的沟通能力 但是事实上 我要自己独自去旅行喔 就想说 反正 不管怎样 就是一定要去 所以呢 所以呢 是用非常简单的英文沟通喔 那他 然后接下来 我本来以为 我的旅程是 除了他之外 还有其他的外国游客 可是 想不到他告诉我说 因为现在是淡季喔 所以只有我跟他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跟他 然后我们开始去爬山 好 那一面爬山呢 就可以看到这些 就是 那这里有有两个女生喔 这两个女生他就是 他就是 应该是 第一 就是以前的尼泊尔 他其实不准 不准女生去爬这山喔 他们两个算是 算是 第一人啊 所以就是把他们的那个塑像立在这里 就开始要走这个山门喔 那接下来路都是 大家看到了 就是那种睡的 泥土的路 就是像这两张 那 他们的所有物资就是要靠这样子 就是 不是受力 就是人力去搬迁 所以接下来 大家看到的这些景色 其实都很美 但是这个国家 老实讲 电力不是很充足喔 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我 现在开始本来是很清爽的样子喔 接下来的这十几天 第一不能洗洗头发 第一身体只能用擦的 因为那里没有热水 然后呢 如果你要洗头 那你就要 你连吹风机都不能开 因为 因为那个 电 那个吹风机只要 要插电嘛 插电的话可能会造成断电 所以没有办法吹风机喔 那还好 还好 山上还蛮凉爽的喔 那接下来的景色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非常非常的棒喔 那我每天就是这样子走 那我每天在走的时候 都会想一个问题喔 我什么时候才能休息 因为从我早上八点开始 就爬山 然后爬到中午之后 就休息吃个东西之后 再继续爬 爬到下午大概三四点 到达那个目的地 再休息 隔天早上就是 再去爬山 所以我每天看到就是 美丽的风景 跟锻炼自己的心智 这时候我都会想到 想到很多 古诗句 或者是说骨隔岩喔 有一句话叫做兄弟登山有没有 那下一句是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各自努力 各自努力 对 就是山 你登山是自己的 自己登的啊 那别人 别人登山 也是别人登的啊 那你不管怎样 你都得要自己各自努力啊 然后 你在登山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很多事情 就是 你会去反省一下 你自己到底做对了 还是做不对 所以 因为 人生试图就像登山一样 因为你不管怎样去走 都是你自己的成长 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你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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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驴子 然后他就会 你跟他必须要共用这个道路 那这道路就是石头路 然后 等到他们走过来的时候 你都要闪 闪边 让他们先走 为什么 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被踢下山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会随地大小便 那他 当他们随地大小便的时候呢 你如果踩到 呃 其实就会 凑一整 一整路啦 对 好再来看 这里就是他们 我也会特别注意一件事 就是他们 学生的上学的部分 我发现 他们的学生大概中午就回来了 然后 我还问导游说 那为什么 哪里有学校这样子 因为我们走了很久都没有发现小学 后来才发现他们的小学 他们有分 分 比如说 一三五是谁 谁上 二四六四 什么 谁上 然后他们上课的时间又都不一定 因为对尼泊尔来讲 他们的那个 基础教育 其实是非常的 匮乏的 好 那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我也可以睡两个位置 一个就是拿来 让我放东西的 好 那一样 我要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 我每天吃的东西 选择性不多 就是这些饺子 然后这些饺子在当地就叫momo 好 那 还要再介绍这一个 我觉得 这个饮 这个这一杯 大家可能猜一看看 这一杯 看到那个蛋糕是50块一片吗 这杯 这一壶 这一壶的红茶要400块 因为它是在山上 所以它要400块 因为它还要 它的过程就是它要把它煮热 煮热需要瓦斯 那瓦斯在 在那个山上取得不易 所以它一杯要100块 但是我每天都需要喝热开水 所以我每天 每天都要付出400块的钱 好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 这是他们的 就是晚上的那个发热系统 这个系统 这个地方放的是 毛牛的粪便 晒干的粪便 让它整个发热 很暖很暖 晚上的时候很暖 就是你要靠着它就觉得很暖 好 那 为了蛋白质补充就是 蛋 对 这是每天每天需要补充的东西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些都是 因为我觉得想要让你们看一下山上的景色 所以才决定就是不做PPD 就是这样子看大家会比较清楚 这就是他们在盖房子的样子 他们的房子的结构 就是我如果路过看到的话 就会把它拍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 这张图就是 它这是德国的 然后这个旗子就是尼泊尔旗子 代表这个 这个学校这个地区呢 是比如说是德国赞助的 然后呢 也跟尼泊尔政府合作这样 好 那我到现在还没有爬到 看得到那个 那个尼泊尔的那个 不知道应该看到圣母峰 然后接下来就这样去爬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照片 其实都 蛮漂亮的 那我每天 必做一件事就是跟 我的导游拍照 然后可以检视一下我的头发的那个程度 虽然我用的干干洗头 但是呢 效果还是不太好 然后每天就可以看到这些 动物们 你看他们 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拖着 那有的是要去其他地方去弄 那导游告诉我说 这一张图 是以前尼泊尔人他们居住的洞穴 在大概三四十年前 尼泊尔人他们 他们在山上的人 是住在这样的洞穴里面 是没有房子的 那这些房子是后才盖的 对 那这个 这一张图就是另外一个雪巴人 他就是单纯的卑躬 因为他的英文不好 所以他只能担任卑躬的工作 好我到这里 好那这张图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2855 就是我在那个 从路卡到这个 南西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就看到很多牛 然后经过非常多的 像这个瀑布的东西 好 那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小男孩 因为我在路上遇到他两次 你看他身上的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猜看看 他这样子背一天 可以赚多少钱 大家猜一下 我刚有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那个蛋糕五十 那我喝的那一壶红茶要四百 那他背的 背这些物资一整天到达目的地 他可以赚多少钱 有概念吗 台币 不就是按那个 尼泊尔的那个儒布 他们叫儒布 我刚算的都是儒布 五十块是儒布 然后四百块是儒布 那他赚多少多少儒布 余金说一千儒布 打对着 只有五百儒布而已 好 那我每天都要给这个导游 就是一块美金 还是十块美金 好像是一块美金 一块美金的话 等一下再算钱告诉你们好了 好那就这样子一路爬 所以我后来就 因为看到他很多次 我就来拍照 他才十来岁而已 很帅气的小男孩 对不对 这是童工吗 是童工 因为他们 他们没有 没有就是 没有办法去 读书的时候 就当童工 对 他们能上学的 孩子其实不多 对 有的还会把孩子 寄放在 就是卖给别人 因为 人家可能可以让孩子受教育 所以其实是 是 一个 很贫穷的国家 就是 当你旅行的时候 你会去观察到 他们国家的风土民情 然后你会消解 他们的国际教育 或其他的 那所以我这次旅行的时候 就会 就会一直在想 国际教育应该要怎么做 就是 人的脑袋总是有无限的空间去想些奇怪的事情 好 那 最有趣的是 他们也没有什么洗衣机 他们所有的衣服就是 在这个河水里面洗 就很特别 对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另外一个住的 所以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就是 我去的这个时间点其实是尼泊尔的雨季 就是这个时间点都会下雨 所以下雨的话 就 就是他们爬山的淡季 那爬山的淡季的话 人就比较少 不然的话 依照 依照那个 如果是他们爬山的旺季的时候 事实上会一间房间会挤两个人 然后而且常常都客满 那我去的时间点刚好不是 所以我都可以一个人住一间房间 对 也没有其他的人可以陪我住 好 已经把头发要绑起来 因为已经不想理我的头发了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好像才第三天第十天的景色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是非常美的山景 那后来我还有 我真的有拍到学校 大家对这个 这些游乐设施应该还蛮有印象 我们小时候的游乐设施应该也是像这样子 对这张图 对 那他们 这是中午的时间 小朋友已经放学了 这是尼泊尔的学校 应该算是他们的小学 好那接下来我就还是继续去爬山 我每天都在爬山 然后就这样看着 看着那个 学校 好 那这就是我也会把他们的植被拍出来 因为我想说这么高的山上 他会有什么东西 那还有拍到他们的虫 对 还有小花跟小草 那你可以发现 长在山上的花 其实它都会蛮美的 然后让你觉得还蛮有生命力的 好 那这个 这张图就是 就那个 圣母峰 这张图就是圣母峰 好 这样子看 好那这里有一个很特别就是 你看这外国人 他还带着自己的狗狗一起来爬山 对 这就是跟我一起搭飞机那些人 我觉得我应该要讲快一点 因为我的时间应该就快要结束了 那这个 就是开了这条路的老人 那 我们都说嘛 直路为我开 留下露台 他真的会放一个捐献箱在旁边 让你去 让你去那个投钱给他 他每天都坐在那里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些风集就好了 好 那这个庙里 这就是什么 佛陀成仙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还有他的大脚印 对 我还偷偷给他拍起来了 好 那我终于看到了 我们国家的 就会你会觉得说 哇 也有人来到 来到这里 然后是跟你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而且还放了一个国旗 对 所以如果下次你要登山 你要记得带国旗 我觉得这件事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也忘记带国旗了 对 谁知道 谁知道爬山要带国旗 好 那接下来就一直爬一直爬 接下来你们看到的植被 它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已经到了大概 四五千公尺的高度 那每天晚上 的话就是一定要靠这暖路 不然的话真的大家会 所有人 你看连这个 这个就是 它的上面就会有 有锅子 为什么 因为放在这个炉子上面 是可以煮水的 那我每天都要吃这个丹慕斯 以防止我的高山震 发作 很幸运的我也没有发 好 那接下来就继续爬山 继续爬山 然后就会每天都看到这样美丽的景色 跟小花们 对 那这个是当地人 他们的避暑的 避暑跟打猎的山庄 都是石头 很漂亮 这样 然后 沿路就会看到很多人在 也跟着我一起爬山 好 那就是牦牛 后来就会有牦牛肝出现 好 你看这朵蓝色的小花 我就觉得它很美 那接着我就一路爬一路爬 往上已经 这里一张已经到5000多公尺了 那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 各国人好像习惯把自己国家的钱币贴上面 我那时候还真的认真去翻 看看我有没有台币 后来我还放了一张台币 就是100块的吧 红色的 我就把它放上去了 各国的国旗 那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在这里我就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EVC的那个 基地银 那基地银的上面呢 我没有找到我们国家的国旗 那但是我也没有带国旗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放国旗上去 就是我到那个五三六四 高度的时候拍照的照片 那为了要 要觉得我们教师组织很厉害 所以呢 我本来脖子上围的这一条 就贡献给他 所以我把它放上去 我这边上面还有写 全国教室公会总联合会 我觉得还蛮特别 我把它贴上去了 请他帮我盯上去 代表我们 我们叫 我们有老师来到这边了 虽然我也觉得说 应该有其他老师 也来过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就是 我再往更高的地方爬 这个地方是五千六 大家可以看就是很像先进的照片 你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 能够看到这样子的风景 其实是不容易 那是经过你几天几夜的去爬 那有些人 有些人他 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么美的风景 因为他可能想说 好累喔 光是爬那么多就没办法爬 其实也有人 他可以直接搭直升机来 可是他就会错过他沿路上看到的风景 那大家可以看地板 其实都已经是结霜的样子了 好这就是我放 我放的那个签 对 好那爬下山的时候 好我们再看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 我说过他所有的人力 他所有的物品都是从这个人 把他抬上去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样子对不对 他的那个另外如何去支撑他是用这个小杆子 所以他在他在背这些东西的时候 只有用这个木本去撑他 我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的 我觉得如果把这些当做教材跟学生讲的时候 学生应该会比较有感觉到 就是每个国家的不同 那这就是通往这个 其中有一段路我们必须要这样子走 那这段路后来被冲掉 我就不知道他们其他人要怎么过过这一关 可能是被 被停到这里就没有办法过去 那我要讲一个最后面 我觉得最好 你看这个老人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 好那接下来 有一个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我这样走走走 突然有小朋友送我这个花 然后他送了花之后我要回送他东西 我就把我的糖果拿出来送给他 因为他们其实是希望有糖果 然后呢我在这里遇到了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女生他比我更强 他已经自己独自旅行各国 他甚至到北极就是到了那个芬兰去 然后在北极海游泳 这女生 那很有趣的是他也是台中人 好那再来就是我记载不掉 我终于去洗头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的洗法就是这样子 拿着这个保温瓶帮你洗 那大家也知道这样洗根本就是 你就是觉得干净 但是也没有办法了 对 好那这个要讲的就是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主食 就是这些那个炸的那个 炸的饺子 还有这些东西 我真的讲了好久 然后最后就是你认识很多人 因为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那个飞机不来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最危险的的机场 所以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 飞机就是一定要等到天行囊的时候再来 所以我一共在那边被困了七八天 然后我每天就是 的行程就是去看这些人 然后还有看书 这本书还蛮好看的 对很快就把它看完 一个下午的时间 对好今天大家都来这边排队 然后每天都回去 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 省下那个每天四百块的那个饮料钱 就是来机场的员工休息室 找这群人聊天 我去找这群人聊天 然后就喝他们免费的茶跟咖啡 然后这里的每一个人的种族都不一样 那这个这个这个人他是一个 他现在在机场工作 他告诉我说他以前是高中老师 那高中老师钱太少了 所以他决定来机场工作钱比较多 对 后来我们就在旅途里面认识很多人 马来西亚人还有这个是科威特人 他每天都去别人家里玩 对后来就搭上飞机了 好 然后就去就去玩这些 然后这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提 就是联合国他有帮助尼泊尔的妇女去做一些 就是他们做一些手工艺 然后帮他们做贩卖动作 然后我们就会逛这样子的店 然后去给他们一些 就是购买他们的商品 然后让他们就是有一点帮助这样子 好 那尼泊尔的街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电线上面的情形 这一团一团的就是他们上面的电线 就是他们的基础发展 因为他们也常常电 常常没电 大概每天晚上9点10点就会停电 所以这一坨一坨就是他们的电 好 最后这个就是他们的战 我的战利品 我滞留完之后隔天一下飞机 到了迦德满路 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购买的这些东西 然后回来 好 现在到这里为止 我后来又去泰国转机 然后才能够回到 请猜猜 这样要多少钱 我的旅程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那个 10万台币 不到 哇哦 这都是克什米尔羊毛 哇哦 哇哦 那就只有一票价了耶 对然后因为 因为那个 然后这都是羊毛毛毡的东西 然后都是羊毛制品 哇哦 Cash米的东西在那边那么便宜哦 很便宜非常便宜 哇哦 而且它很暖 是的 它一条那个围巾都很暖 然后我后来才定制了一件哦 然后我觉得我最神奇的地方就是 下午 下午三四点 下午三四点 去找了一个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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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就是它可以制作 尼泊尔服饰的衣服店 然后请它帮我量身 我做了一件那个 尼泊尔的传统服饰 呃 下次有机会带 好有经验性 对 因为我觉得 其实 其实可以找 找时间就 嗯 哈哈 我今天 我跟你讲 下次读书会你穿上来 好好好 我下次读书会 它那个 它就是 它 尼泊尔的都是那种 尼泊尔是很保守的国家 其实我做了一个鞋尖的 然后 那个 那个 做的那个老板娘 她就是边做碗边微笑的 看着 然后 一直跟我确认说 你确定要鞋尖吗 然后我跟她说 对 我就不想要跟别人一样 对 很好笑 好 来大家猜看看 我们赶快就做东西做结果 因为我觉得我讲太久了 呃 呃 加上吃的 加上所有的旅费大概八万 对 啊我还没有讲到 我还有 这里还有泰国的东西 对 对 我后来又去 把我剩下的钱 就是大概八万块 对 大概八万块 全部花完 对 泰国的东西 非常划算的旅程 非常划算旅程 包括住宿 对 对 而且我觉得我想太久了 我应该要把荧幕还给大家 嗯 我 呃 老师看 美伦看一下那个 是 讯息有很多人有 很多疑问 我们现在开放五分钟Q&A 好 嘉宇问说 那小孩跟家人怎么安置 哦 我老公 我老公安置 我老公还给我 我老公还给我 我老公还给我那个 一千 一千美元 当作是零用钱 所以我事实上只花了五 五万块 真好 好老公 对啊 嘿 高铁要不然你自己去 然后 然后我跟你讲 他那个 四百块是 我这样说好了 我住一个晚上 只要五百 乳补 但是我那杯饮料呢 花了四百块 然后那个 毛牛的粪便呢 他晒干之后是没味道的 对 然后 再来就是说 高铁直接倒 好 我老公 我要先跟大家讲 那个 大家有 有里面有很多问题 都很有趣 那对 那确实是 是另类的坐月子 我坐月子 大概两三天就洗字头 所以我觉得 这是已经破我的记录了 但是 你去了之后 你会觉得说 一切都很值得 因为 你从来不会觉得 你 你在的世界这么大 可是呢 你走出去之后 世界这么大 而且你可以认识这么多人 你在旅途中 你可以有这么多的 你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 然后呢 跟他有一些交谈 我觉得这才是旅行真正的意义 就是把你的心胸整个打开 而且 而且 你当你去 当你去 这些导游什么 事实上 我每天的导游都不一样 因为我是去用了一个 客路的就是 每天是用不一样的行程去弄 对 然后 所以 所以就是 就是 好 我再讲一下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做这样的理事 因为我公公 他过世了 然后他过世之前 他有讲过 说他 他人一生当中 能够去的地方很少 然后吃的东西很 也是有限 然后我就会想说 我的人生要这样过 我不要这样过 我到四十几岁 我第一次 一个人自己出去旅行 真的就是说走就走 你真的也不会想说 我要干嘛 就是 机票买了 然后你知道你要住哪里 就这样 就出去吧 那我唯一一个非常大的计划 就是真的去爬的EVC 那 去爬的时候 我以为我会跟着一群人去爬 可是想不到我的旅伴只有一个 我反而可以跟着他 就是 你在旅行当中 你不会很多话 你就真的沉浸到你自己内心里面 去想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你一直在跟自己做对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就是自己的 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个旅程 然后测个时间点去看世界 爬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我好想要下次还有人跟我一起去爬山 真的 我老公说他报名 我跟你讲 我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如果说我今天是跟别人 就是有另外一个旅伴 我还可以去爬一个 听说是 那叫什么 寂寞星球 寂寞星球的推荐的前十大的旅程 对 对 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去爬山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你就是 你会爱上一个人去旅行 真的 相信我 太棒了 对 对 我觉得美伦是胆大心系 就是很任性的决定 可是又很细腻的心思 真的是非常棒的旅程 太好了 好棒的分享 让我们心向往之啊 对 然后我跟你讲 因为我接下来 要去 我要去台南参加同学会 所以我会用手机 对 好 对 好 谢谢美伦 大家就继续 因为我觉得我分享的太多了 对 我们都听得很 很向往 然后 觉得好棒 然后你就真的很符合这句话 旅行跟读书 让我们拥有超过一个人生 对 你让我们为旅行了一下 因为我们去不了 现在都还出不了国 所以 这个为旅行 是很需要的 对 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去旅行 你真的可以去 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而且 而且任性的 当然只有一个人 没有其他的伴侣的时候 都找不到人家吵架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找自己对话 真好 哈哈哈 对对 你反而可以真的看到你自己内心在想什么 对 我觉得这很棒 真的 好 谢谢美伦 谢谢 谢谢 好 那再来我们就是来进行文本的探讨 那我们的文本一跟二我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就取说一个是探路人生的旅途 从一场新书发表会说起 然后呢 第二个文本我就取说是迷路 在基于真相之间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佳莹来导读 大家好 那我们前两个文本呢 就是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舞台呢 它都是说新书发表会 那一个是封德平的新书发表会 一个是余梨华 那余梨华这一篇它比较是 就是好像一个在探寻这个真相的感觉 它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在处理 那封德平这一篇呢 看起来就会比较温暖 那他有讲到说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啊 那这个文坛的前辈还有年轻的作家呢 都是共襄盛举 那大家呢也对封德平的评价很高 那我们先看下一页 封德平他在文坛里面是被称为封姐 就是他的辈分是很高的 那一个人他的 他在这个领域能够被这样称呼 那就代表说他可能不只是资深 做的够久而已 他应该是对于各个面向都有很多的照顾 那像这边我们看到的图片呢 是一些作家的文集 这个文集通常不是作者在世的时候出版的 有人就是跟封德平开玩笑说 我觉得你应该去做礼仪公司 去做礼仪社 那因为文讯杂志他这么多年来了 大概是有30年来 封德平1984年进入文讯工作 那至今这样子就快要40年了 那他呢对于无论是本土或是我们当年说外省作家 那他都是长期的有在关注 那就包括说作家晚年呢 晚年也许譬如说身边是没有子女的 或者说有的作家呢是住在那种农民之家 然后像农民之家他们是看床位的嘛 所以如果你离开之后 其实就赶快要帮你办手续 尽快的清出一个床位要给别人 那这个有很多的遗物啊 或是后世谁去料理呢 文讯他就会帮忙作者做这些事情 然后呢还会连夜的呢 就是整理出一些文稿 那请出版社出版 所以就很像一个慈善单位 就是一个慈善的葬仪社 然后他也没有收取费用 就是一个服务文坛的用心 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那这个是 那我以上的资讯呢 是从这个报导者里面 有一个介绍封德平凤姐的文章 那就介绍的非常详细 那里面呢就还提到说 诗人罗门大家应该都 大概稍微知道他 因为罗门跟荣子呢 都是我们那个时代 国中国文课本 那个现代诗作品的作家 所以老师们可能都知道他 那以罗门来讲 他是这几年才过世的 那他这个情绪不太稳定 也没有子女可以料理 那当时呢 那个封姐又率领文讯的伙伴 然后就是去打理后事 那并且呢也照顾了荣子 那我们看下一页 那文讯这个杂志 它其实是有一些蛮复杂的背景 那以至于说到现在 还是会有人帮他贴上标签 说你们就是党国的杂志 你们就是国民党的色彩 那这个一开始他们确实是 国民党旗下的文化刊物 那再后来国民党他们慢慢的失去政权 那就其实开始他们的资金就没那么多 然后文化的预算 当然就是优先的是被删裂 因为跟政治选举 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有很多的杂志 或是说文学的出版都被删除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 那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文讯 如果伙伴们有去搜寻当时的一些报导 文讯他在那个时候是各界的作家 就是相继为他奔走 然后报纸投书 本土跟外省的作家 他们都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同一阵线携手 然后为文讯请命 所以各位老师知道 像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他们以前是在哪里吗 他们之前是在那个总统府对面 就直直走 然后就是现在那个张荣发纪念馆 那个长荣还是博物馆那边 那个以前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那后来是去政权的嘛 那他们呢就是就把这个大楼呢是卖掉 那文讯他本来是在这个党部的六楼 那张荣发就有跟他们讲说 那个时候是2006年被卖掉 就跟他们说我们这个十年之间呢 2006到2016 那那个租金是一个月十六万 可是一毛钱都不会跟你收 就是你就是继续做这个工作 那到2017年的时候呢 那就是白纸黑字就开始收房租 那一个月就是十六万 所以奉哲平他那个时候是承受了很大的这个经济的压力 那不过也是各界呢陆续帮忙 像那种资深作家啊 他们就会卖掉一些什么末宝啊 或是一些珍贵的文艺品 然后可能集资了2000万 那就是暂时的这个协助文讯 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就都可以知道说 封德平他在这个文坛里面他的评价 那以至于说有那么多的作家都是相继的挺他 那虽然到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人看待说 你们就是一个党国的这个刊物 那封德平会觉得说真的是很悲情 不过他也勉励员工 这也是我们要面对的 因为我们真的过去曾经是国民党的身份出身 那现在别人这样子讲 我们就要更加的努力 然后让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呢 是有一些这个 我们可以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再来请看下一页 好那其中有一个那个经典的例子呢 就是他如何这个照顾新生代作家 还有老作家呢 杨复敏曾经跟司马中原 在那个每年的九九重阳聚餐的时候 在同一作 各位老师知道杨复敏他有一个蛮有名的作品 叫做花甲少年 就还有拍成电视剧 杨复敏今年大概是三十四岁 司马中原还活着哦 司马中原是八十八岁 好所以当时杨复敏他就很惊讶说 哇这个我跟国文课本的作家坐在同一桌 好那我们再请看下一页 另外一篇文章呢他在讲一个这个 真相确认的过程 那是用余黎华的例子 那我这边虽然余黎华本人并不是重点 但是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 余黎华女士她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过世 那是因为新冠肺炎的原因 那她在这几年呢 就也还是有回国来 然后这个在台湾文学馆 然后是有一些那个演说 然后并且呢那种纪念书籍 就重新出版的活动 好那以上呢是这两篇文章文本的介绍 好谢谢佳莹 让我们对余黎华还有翁德平有更多的认识 那在这两个文本中 像第一个文本呢我得到的启示就是 人生从出发到归程 会跟许多人相遇相聚 但世界没有永恒 人间无不散演习 那就是有一句很有名 就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 什么都会改变 那大家有没有像影帝先生一样 就是曾经因为某些活动 而想起往事的感慨 那第二个文本呢 我的启示就是 显然真相与记忆之间真的存在有差异 那胡适先生说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那对于这一点 就是真相跟记忆之间的差异 我们有没有类似的相关经验 那我们现在就是分组到小房间去讨论 那可能时间要缩短成15分钟 那再请瑞珍老师 瑞珍帮忙一下 瑞珍有听到吗 有我刚刚应该先开麦克风 我正在调整 那我这次就我们分三组 然后目前的人数 11的话会有 应该 目前都是一组三个人 就是一组三个人 那我等一下开启分组 台湾教室的时候 大家记得要按加入 不然你就会留在客厅了 好 那15分钟 有有15分钟 对 好 记得出来的时候 要派谁当代表 来帮你们小组做个分享 好记得 好 那我们就3 2 1 咦 回来了吗 应该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我查一下 林立青 哈啰 哈啰 大家回来了 好 好 要点名一下 看没有迷路的 好 欸美容也进来了 都回来了 嗯 好 好 那我们就请各组来分享 那我们这一组就先示范 温馨 好好 好 后面讲得会更好 哈哈 好 就是 我们从 记忆 跟 是不是有落差 开始聊起这样子 然后 我记得我在余晶老师家 有看到一本书 是谈关于记忆的 然后我们就聊到说 余晶老师现在荧幕上那本 对 对 那他就是提到说 我们就聊到说 那个现在停车场都 规划得很完善 然后可以停很多车子 那可是我们常常就是 会忘记车子停在哪里 这样子 那书里面其实 那本书有提到说 其实不是 你遗忘 是你当下就没有 留下记忆 就可能我们当下在做什么事情 我没有把它形成一个记忆 所以 停车就 就会忘记 那 关于记忆 我们又回忆到说 余晶老师之前借我两本 关于越南的书 越南主题 那刚好跟我们今天那个旅行 有点关系 那也是他在旅行中 买的两本 算是摄影集 那 放在我这边很久了 其实 我们两个都忘记 书在哪里了 那直到他余晶老师最近 教课文里面有提到关于越南的文化 那他想要再把这两本书找回来 就想到 是不是借给我了 他就联系我 那 第一本呢 我们就很快就找到了 就有共同的记忆 第二本呢 他给我的关键字是 摩托车上面有载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就想说 哪一本书摩托车上面有载很多东西 还好 两本书放的位置是一样的 我就再把它找出来就找到 那 就又再拉回那个回忆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真的 哎 记忆跟 呃 跟记忆中就是 已经过去的事情 然后我们再回忆的时候 或许真的就是 呃 有那么一点遗忘 或者是差距的地方这样 那 呃 余晶老师又分享到说 呃 在文本中有提到 呃 就是家里 招待客人的 呃 场景 然后我就 我们就分享到 哎 去余晶家老师 余晶老师 余晶老师家里做客 那余晶老师都对我们 很很照顾啦 那余晶老师就说 呃 做主跟关心这样子 嘿 啊不认真的就 开玩笑 他有时候认真的 他就会 呃 觉得要好好的对待他们 这样 因为 接下来会是这些年轻人的时代 这样子就很感动了 我觉得每次参加读书 我都觉得某一块东西好像被触动 都觉得很感动 刚还有跳过一个 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刚刚本来还有一件要分享的 就是大概我们刚刚谈话的内容是这边 等下我想起来我再说好了 好谢谢 好那佳颖这一组是有哪些人 就是我还有怡静跟尤雅 那我来就是代表做刚才那个回顾的分享 这个议题就是说 如果呢是在同样的场景里面 那看到一样的画面会不会有不同的感触 然后谢谢怡静他有帮我分享我的这个作品 因为我最近就是我们社区有一个活动 那就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 然后想起一些往事 那我们是在台北市的万华区 我服务于龙山国中 那我们就是最近啊是青山王的生日 从星期三开始就有活动 一直到星期天 都非常的盛大 然后每天就是炮火连天 大概是下午三点开始 就是一直有鞭炮声 非常的大声 那我管自习都必须要暂停 那像他们可能他们去年有被被投诉 不然以往都是社区的民众是整夜都不能睡的 今年只规定说只能到十点还是几点 那像那我们其实平常会对公庙 或是说这样子的活动啊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或是一些成见 那这一些组成的人他们素质就差不多这样 那其实确实是如此啦 我那天下班 然后我就是要去捷运站搭车 我们那边比较近的是龙山寺捷运站 然后就会经过青山王生日的那个舞台 就在他旁边 然后那个时候舞台正在搭建 那就有一票年轻人在那边 一票应该是有几十个都穿着黑衣 那就是烟酒槟榔这样子 那我们以往看到这样子会觉得有点害怕 对不对 就赶快经过 那其实我当时也是 但是我这一次我可能可以走比较慢 那我可以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象我的学生会在那边 那因为我就是有那个学生 只是说他那个时候在上学 他被关在学校 不然他应该也会在那边 那果然呢 我那个学生他隔天就穿着那个 那个青山王行尸团的衣服来学校 他是故意的嘛 他标新利益 因为你看别人没有这一件我有 就是一个很鲜艳的绿色的外套 很难不发现他穿蝙蝠 我就说这个某某同学那学校没有阵头 请你不要穿那个刑事队的队服来学校 那这样子的同学 我其实就是我跟他的互动 就是还蛮自然的 我就跟他说那你什么什么没有交 这个签名就是交过来 就是我有记录在我的这个文章里面 那他就说好我尽量 可是我最近比较忙 我就说我知道 那就是请你要注意做洗早点睡 因为他们那种其实都是正头活动结束 然后就烟酒啊 一大堆 然后跟师兄什么在一起 那喝酒当然隔天也会有酥醉这样 卫生年喝酒你看看 好那 那我就说你明天可不要说 隔天太晚来 他就说我尽量 他隔天第一天呢 迟到两分钟 我说还不错 你今天还蛮早来的 还不错 我们七点半要上课 七点三十二分来学校 然后我就说明天再来学校呢 一样要这么早 然后还要穿学校的衣服 那隔天呢 七点三十一分来学校 全套的校服 我说我对你今天感到非常的满意 真的表现很好 好可是我这样子的学生啊 其实在我当老师的第一届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13年前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24岁嘛 那我现在37岁 就是我第一届带学生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规模 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对这样子背景的学生 然后因为他会跟我互嗆啊 很大声 其实你如果说那种是属于流氓 一点都不为过 其实他们本身就是 他们在那种环境底下 他们本身就是 那我们怎么可能有个办法跟流氓 沟通跟互动呢 就是要比大生是比不赢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每天都很害怕 我们是考教真的年代嘛 然后我第一年就来台北市工作 遇到这样子的学生 然后我第一年啊 我就千方百计的想要掉走 我想进各种方法 就是那个位置我待不下去 我就非常的害怕 然后很辛苦 那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当然就不可能对于镇头或是庙会 有太好的印象 然后就是一样是青山王的庙会 可是十多年来 我看到一样的舞台 一样的场景 我也是愿意停留一下 然后就是看着那个舞台 我还帮他拍了一张照片 而且我觉得好像有比较 跟我比较亲近 那因为我觉得是我这个学生的关系 我因为想要接近他 关心他 所以我也关心他的生活 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感触 青山公公主的金孙是孝子的学生 因为我们是附近的社区嘛 你们是中正区 万华区 没错 很有奎靠哦 对对 所以嘉宜也是在教学的过程中 学到了怎么跟学生相处的方法 对不对 对我们是会进化的 而且对 老师真的要进化 不然会生存不下去 请说 我要回馈一下这嘉宁的部分 因为我们学校呢 昨天那个图书馆落成 新的图书馆就是改建完成 然后就落成 然后就舞龙舞师哦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我们昨天是题表会 我们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礼拜五办 我们都是礼拜六 这一次礼拜五办 然后也没补嫁 然后就很哀怨 然后就听到舞龙舞师的声音 然后就说你们要不要去听啊 然后小朋友说要要要然后我们去 去的时候派心也完了 然后反正小朋友动作很慢嘛 然后去了之后去完回来 因为去的时候他们就看到那些小孩 有没有那些国中生高中生就坐在我们厕所前面那个地方等着 因为进行仪式嘛 然后他们就去回来 都有看到这些哥哥们这样 然后很好玩哦 这个我就回来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有人想要去舞龙舞师吗 想要参加这个活动这种这样子很热闹的活动 然后你知道吗 我们班间很多男生这样 我要一堆 然后我就不敢讲说 你知道他们都会嚼槟榔抽烟喝酒这些 但是对随着什么三那个是什么东西 三太子哦 电影三太子对对对 那不是有一些就是电影啊 或者是一些好像就是慢慢的也有一些扭转吧 扭转他们的一些形象吧 那我就觉得刚刚嘉莹分享这个让我觉得 很棒的是你24岁到37岁你13年就进化了 我跟你讲哦 我现在已经52岁了自动加一岁 我今年才可以比较幽默的去面对我的学生 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很严格的老师 就是我会好像就是 其实我平常跟大家可以这样子哈哈笑 很幽默这样觉得我自己是认为 但我觉得在教学中我一直都放不太开 但是今年我觉得就有时候就会跟他们这样子 每天都很开心 所以小孩也跟着很开心 所以我要给嘉莹回归就是 历经了这个我已经几十年了 才有这样的一点点的功力 嘉莹只有一半的时间就已经有这个功力了 好分享完毕 我那个时候带完那一班 然后就有资深的老师勉励我说 从此以后你班班都是好班 这句话是真的 已经看过最难的那个坎了 对 那下一组请 诶笑词你们那一组吗 是我们这一组有瑞珍有文银有俗词 那我先代表讲一下 然后大家要补充再补充 然后我们就一开始被美轮的分享 然后再加上影帝的文本 所以我们就开始就是从一开始一个人的旅行 然后我分享说在当老师之前是在外商工作 所以常常就是一个人 公务出去就是一个人 那一个人的时候就可以享受一个人的旅行 然后在那个瑞士的时候就到那个那个阿尔伯斯山峰 对对对 然后觉得真的一个人的旅行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 就是真的就可以就像孟姨说的 本我离开社会我的历程 OK 非常享受 然后接下来瑞珍呢 就讲一个人的旅程 然后呢 他很任性的 我跟你讲 他就是在有一天觉得就是想出去走走 然后他就回应自己心里的呼唤 然后就出发了 然后出发之后打电话给老公 OK 信任他的老公 跟他的小孩 然后呢 就是想他就回应自己这个心里的呼唤 然后就在这个旅程中 那自然而然在旅程中就会认识不同的人 然后会在里面那个获得这个这样子的那个经验 然后看到自己 然后那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还有就是提到说真相跟记忆之间的时间差 就提到了说五年五年再离开教职的就是这个学校 五年后再回到学校 然后再担任导师 OK 然后已经有十几年没有担任导师了 然后这一次就非常挑战的是 就是又是体育班 然后呢小朋友又是原住民的小朋友 然后这些小朋友就是非常热情而又单纯 OK 那显然也是很能够做自己 那对于导师来说 就是那种感受就像软体更新 OK 然后呢在离开教职前 再跟孩子谈一次恋爱的经历 OK 那么文盈呢 则是跟大家分享说 他的旅行 一个人的旅行 他没有一个人旅行的经验 但是他也是热爱旅行 然后他的旅行都是先从远再近 那么他分享了在德国黑森林迷路的经验 然后呢最后 当然他也这个也回应这个瑞珍 讲到一些体育班的这个认课 就是认课老师的经验 那么他也提到说 他也期待说能够有一个人的旅行 然后更接近自己 那最后书记这边呢 我就是就是我们就是最后总结的话 我又想要回来去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电影就是E.Pray.Love 就是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 在2010年上这个上映之后 我几乎每年暑假忙完 通常暑假的时候我们的备课都会很忙 然后可能会要分享或什么之类 反正我的分享最后的结尾都是E.Pray.Love OK 不论大家工作有多么繁忙 人生究竟有多多少的挑战 但是别忘了 都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 E.Pray.Love 享受一个人的旅行 享受一群人的读书会 太棒的结论 好 那我们应该下次再来开一个读书会 就是专程讲旅行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有很多话想说 那我们现在再来进行下一个文本 第三个文本是美梦成真 那我把它定义为回首 那在看这个文本的时候 我有想到苏东坡的定峰坡 然后就是回首向来消色处 回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就是觉得好像人到了 比较年龄有一定的时候 就会比较淡定 比较不会有大悲大喜的感觉 那我们就请佳莹导读一下 谢谢 好大家好 他这边呢 就是有讲说 影帝他早期来到台北的一些 生活的经历 然后有的内容我们可能不太熟悉 所以我这边呢 就有一个画面给大家看 不过因为荧幕的那个 算是收放 所以好像字有一点 有一点点小 那大家就是用力张开眼睛看一下 我们在文本132页这边啊 那他就是有谈到说一些地理位置 比如说台北比较热闹的只有西门町和东门町啊 然后东门町其实是哪里呢 就是从信义路到新生南路 好 所以其实以前的东须 其实就是到新生南路而已耶 那我们现在 就是比较发展的东须 就是有在过去 因为中校新生捷运站之后 那看起来就是之前还没有发展的 那中校复兴市政府那边 才是现在真正的那个东须 比较繁荣的地方嘛 那各位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那这边呢 我就是帮大家找到当年的东门町 就是这一块 那你们看是有多小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说 当年的东门町 它的附近 好 这个字真的很小 我们就直接看现在的地图好了 好 当年的东门町啊 就大概是 它现在其实仍然是精华地段 那就是中正区还有大安区的一部分 好 我们看到这边有外交部啊 人爱路 这个地方 那比较接近的捷运站 就是捷运东门站 好 这里 好 所以这里呢 就是影帝它 回忆里呢 是那个时候比较繁荣的地方 那再来它还有提到说 当时就是有非常多的中国人呢 就是跟着政府一起来到台湾 然后有一些是军工 军人 或是公教人员 那他们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的困难嘛 所以就是有租房子 或是沿着中华路的铁道两旁呢 就是有摆摊子或是居住 那当时因为太乱了 中华路的铁道两旁 然后都是乱搭一些房子 就太乱了 政府后来就是呢 就强制说 那就这边把它拆掉 然后重新盖一个大楼 那各位老师知道 那个大楼是什么吗 在中华路铁道附近 然后当年曾经有一个大楼 那那个大楼呢 是今年年初公事啊 它有上映一个年度的大片 我们请看下一张 叫做天桥上的魔术室 这个是我抓他那个剧照 那他们剧组的团队是蛮真实的还原 当时这个大楼的照片 这个就是中华商场 好像1990年才拆掉的 所以老师如果还有一点印象了 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 有在那边买过东西 好 那我们看到那边有火车的这个身影 对不对 那因为它就是真的是在铁道两旁所搭建的 然后中华商场里面真的是 有外省的一些商店店家 那其实也有中南部到台北来谋生 求生存的一些人 像譬如说作者吴明毅先生 吴明毅老师他就是这个作品的作者 那他们家自己就是从南部上来的 那这个中华商场里面呢 就还有我们蛮熟悉的知名的这个戏剧导演 李国修的爸爸呢 他也曾经在中华商场里面的一个角落 是缝细的鞋子 缝细鞋 就是有这一些比较呢 就当时各行各业 那有中国各地的各省份的 以及台湾就各类的文化 或是一些商品在这边 好那我们呢再看下一页 好那那这边我们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啊 现在其实已经没有这个画面 那当时国际牌啊 或是什么黑松那个招牌是非常的大 好那这个大楼现在已经 就是全部是拆掉了 好那不过就是在影帝那个时代啊 他们的一些回忆 好那个时代如果要去 要买一些比较新潮流行的东西啊 其实是都会到中华商场 好特别是买制服 我们都没有嘛好所以那那个时代的一个穷学生 或是穷孩子 如果有一点点的钱 一点点的时间 那可以呢好有这一些的享受 其实就是一种很可贵的奢侈 就是小确幸 那影帝这么多年来 就他后来在这个文坛上啊 当然就是颇有盛名 所以整个生活的这个水准呢 也是比较拉高的 那对他来讲 要有一些更满足的事物 也许就不容易了 因为平常就是已经过得 蛮丰衣族式的生活 好那我们时间再还给孟姨 好谢谢佳莹 那影帝先生里面有一首歌 那我们可能就是等一下五分钟休息时间的时候 再请瑞珍放 那我的我的 我的就是觉得他说 穷快乐的精神比现在还饱满 那我就想说我们来回想过往的事情 有没有其实那时候觉得很平常很无奇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 其实是很快乐美好的 那我们也是一样到小房间去讨论 那可能时间还是一样 要改成15分钟就好 那再麻烦瑞珍 好 所以那个音乐是等一下分组出来才会放吗 对分组 我就是想说就分组出来再放好了 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够 哦好哦 等一下就是休息五分钟 大家在写那个Jumpboard的时候 他在一边放一边写这样 嗯好 那我们的时间也是设定15分钟吗 还是要15分钟 15分钟哦 好 那我启动分组哦 请伙伴们注意 3 2 1 对 哇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那个时间可能会很赶哦 对不对 我们要很快的分享 赶快讲完赶快分享 好 那请雨静 雨静 好我先讲嘛 好来 我们这一组有 莫怡文心美人还有我 然后我们这一组的伙伴们呢 呃 有分享自己就是在呃 就是家乡的一个经验嘛故事哦 像孟宜是新营人嘛哦 然后文心呢是就是驾到彰化西湖人家哦 然后美人呢是在现在正在往台南的路上因为她要站在她的中学的同学会 然后我妈是台南人 然后就是一定要跟台南有点挂钩这样子 我们都在怀念一些台南的美好 然后还有就是南部的美好就是人情味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刚好今天早上美轮她分享的是尼泊尔的这个部分哦 跟我们的文本的内容其实很很贴近哦 就是50年代的台湾跟现在的尼泊尔 跟20年代的21世纪的尼泊尔其实是蛮接近的哦 那美轮因为她现在正在前往高铁的路上所以可能收讯比较不方便 那我就替她讲一下他他其实最大感触去了尼泊尔之后 她觉得能有一杯热开雪能够有一些7分都是很满足的事情 都是应该要值得值得感谢的事情 那因为我也去过就是南非的国中国赖索托 所以我知道这个这种落后的国家 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很自主的一个也没办法改变啊 就是他们只能够记住成的哦 所以呼应到文本的目楼就是说 谁的杂音很大声 谁的背景的声音很大声可以拜托一下 麦克风要关一下哦 好所以呢这个影帝先生最后讲的就是说 他好像就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他一直在怀旧的原因一方面他年纪也大了 一方面是的确以前的年代虽然穷但却不足 所以我们这一组呢其实就是 不论生活在哪个阶段我们也回不去了 网路世代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珍惜当下 好谢谢 好谢谢余静那再来请余静这一组 好就是我 我们刚刚讲了一些跟文本不太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后来还是有不小心给他拉回来啦 就是呢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到底有什么 因为就是尤雅一开始分享的时候他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立刻想到一个什么东西让我能够有一个这样子跟就是跟题目契合的一个一个一个回应这样子 然后他就讲到一个人生活然后我因为我跟江云两个都是有小孩然后我的小孩比较大江云小孩比较小所以反而就是我们我们就觉得我们好羡慕那种一个从那个一个人旅行还一直延宕到现在 还在还在那个期待羡慕那个感觉然后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把把把问题拉回来就是我我就分享了我自己就是呃我记得我因为我是土生土长台北人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台南真的真是个好地方 然后呢结果我是土生土长台北人那我小时候呢我们都要走路上学那回家的时候其实同学都是住在附近那我们每天都会经过迪化街的市场 就是我们家那边有个迪化街的市场那里面就有一个那个阿伯他每天就会推着脚踏车然后卖红茶古早味红茶那我们身上其实都没有什么什么没有什么闲钱啊然后妈妈虽然有给人用钱那很少然后但是当时的红茶那你知道那种这么大包的夹链袋 红茶插一根吸管才3块钱 然后呢一个4两袋的那个红那个塑胶袋那一包红茶就是用一个塑胶绳绑的那种一包才5块钱 然后我跟我同学每天就是会特地穿过市场然后去买红茶边走边喝边聊天这样子回家 就觉得我们那一天很开心就是这次已经变成我跟小学同学的一个共同的记忆 我而且我跟我这个小学同学目前都还有联络我们真的是 我说我们的那个友谊就是年纪减10岁就是我们认识多久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们家老三说 我小时候我们就有这样喝红茶他就跟我说我也有喝过啊 我阿嬷有买给我喝耶你知道我突然就这样子因为那一袋红茶跟我的孩子串起了相同的一个记忆 对那我也想到就是这个很频繁的东西我就说就好像我的小孩大了 我会带着一个人带着三个小孩去背包客旅行因为我不会开车嘛 所以我们就是规划好路线啊然后怎么去到了外县市我们要怎么去去到我们小时候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突然就想到一个我们心心念念的台南的猪脚饭 然后因为那个猪脚饭它是在那个孔庙旁边没有挂招牌的一家小店 然后那家猪脚饭真的是令人惊艳 我们心心念念的就是还想再回去吃那一家猪脚饭 我后来就想说对以后等到我的孩子再长大的时候 我们再回想到我们自己当年一起去台南背包客旅行的时候 就是就是想吃那碗猪脚饭就发现了那碗好吃的猪脚饭 所以其实这些生活当中频繁的小东西 虽然看似不起眼也不过就是一餐的时间 也不过就是边走边喝的时间 但是却能够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 谢谢大家 谢谢怡静台南真的很多好吃的 欢迎大家 好那再来下一组是请问是哪一位是代表 我这边分享 好我们这一组谈的还蛮广的 那我先说孝子这边他提到 孝子在投笑 不用个人的部分来说 好我们我们都说有梦最美 然后呢这个追梦的过程当中呢 虽然很辛苦但是呢 那个历程当中其实会成就 成就你很多自己的一些成功经验也好 或者是成就你的很多的一些能量也好 那但是他又有一个大灾问就是到底是有梦的时候美 还是梦想事成才美 那往往好像又 这个梦真的达到之后好像也没这么美 反而回顾回头望望发现说 在这个追梦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挺美的 所以到手的梦好像也不过就这样而已 就会发现其实也是这样而已 所以是不是当下的那个珍惜才是真的最美 这个是孝子的大灾问 然后我们的俗词 俗词有讲到说 其实在不同的世代 比如说他用他自己的童年经验来对照他的小孩 他说现在小孩那个太多的 就是说没有那个环境 可以让你到处的游玩吧 就是你都是关在住户里 你很少能够在户外接触大自然的活动 所以甚至要花钱让孩子去上一些体能课 然后甚至可能要体势能 来增加他的感觉 统合的难关的话 可能还会担心感觉会失调 其实现在有 没有让他做适当运动 确生了这个问题 那我这边提到的是 刚好最近看到一个老高跟小默的影片 在讲到人类集体的这个社会发展 他去模拟 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 然后他是用了少数的 几十只的老鼠 然后他的整个实验规模 最大的空间是可以发展到七千只 可是这个实验到不到七千只 好像到不到一半 可能是可能两三千只的时候 他整个这个社会就开始大量下滑 就是他从数十只然后呢 急剧的发展 因为那个整个环境完全不需要这些老鼠去努力哦 要吃的要喝的要玩的 anyway什么东西他都不需要去努力 然后就像天堂一样 就像天堂 所以他号称叫25号天堂 那为什么25号呢 因为前面的24号天堂都失败了 所以他在建造第25号 结果那个天堂最后还是 答案还是失败 因为到最后 我会把这个实验影片 PO在我们的群组 我稍微小透露一下 他那个实验影片 那个所谓的25号天堂 最后的那些老鼠怎么呢你知道吗 完全不缺吃不缺任何东西的情况下 最后发展甚至会老鼠去吃老鼠 那是一个蛮 我觉得是蛮警惕的一个实验 然后这过程当中 他们发生了很多的一些行为 老鼠所发生很多行为 在我们现在的这社会里头 可以看到一些社会新闻 我们会觉得比较离经叛闹 不可思议的 在这些烂竹行为是都可以看到的 都可以对应得到的 所以是蛮值得警惕的一个实验 好 那我这边分享到这边 我们今天的贵宾 我们今天的贵宾 杨逸峰老师要找他真的是很难 然后他愿意把时间给我 我非常感动 然后找他来对应这个主题 实在是太刚好了 因为逸峰老师在教育界 这个我想很多老师们都认识他 那他也是我一个觉得很敬佩的一个 我不能讲他长辈啊 真的他年纪大概只跟我差不到一岁差 但是他的阅历实在是非常的丰富 那在整个这个教育的一个历程 他有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教育的变化 所以刚好符应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就是一个人生旅程 那在教育这一块 我们不管 可能有的老师比较年轻一点 但是你可以今天你赚到了 可以听到一个前辈 然后来讲他的教育的风云路 就是从他初为老师 然后历经所看到的这整个教育的变化 从过去到现在做一个他的记忆 来跟我们分享